走遍中华大地探寻历史古迹 大家好 我是任远 何泽市巨野有一个故城遗址 彭月在那揭竿而起 曹操在那认过眼周墓 那么这一期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在何泽市巨野县的大泄集镇 有两个村庄分别是前昌椅和后昌椅 在村子西侧不远处 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昌椅故城 现在这里已经建起了一个小广场 可以看到广场上有不少三轮车 旁边这个小棚子里 时不时能传出搓麻将的声音 应该是附近村民在此娱乐 整个广场不算太大 比较明显的有两块碑 一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昌椅故城纸 另一个就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昌椅国古城遗址 并且这边也圈起来了一块 证明这里就是昌椅故城 旁边立着宣传栏 讲述昌椅故城的考古发掘 当然原来的昌椅故城很大 据介绍总编长约5.9公里 并且有城门 壕沟 墓葬区和窑址区 后人为了纪念昌椅故城 做了一首一秦鹅昌椅怀骨 烟雨蝎 默默故城 雄关蝶 雄关蝶 残阳晚召 汉家灵雀 楚汉交兵 流避雪 利商冲锋 气壮烈 气壮烈 彭王掠地 千古英杰 根据汉书记载 黄河几次绝口 厚厚的泥沙 把这座古城淹没在黄土之下 仅留下城阔残垣 隐隐可观 昌椅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西汉初 梁王彭月 从这里劫竿而起 东汉末 费亭侯曹操 任眼周目于此 自战国之未尽 都是昌椅的鼎盛时期 公元前的154年 西汉诸侯爆发了一场叛乱 当时的大将周雅夫 就是利手昌义 断了叛军的梁道 这才平静了这场七国之乱 汉景帝的中元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144年 把这里设置成了山阳国 封梁孝王之子 刘定为王 当时的都城就是昌义 到了汉武帝的建元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136年 又把这里设置成了山阳郡 同样是汉武帝的天汉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97年 这里被设置为了昌义国 汉武帝封自己的第五个儿子 也就是刘伯 在这里当昌义王 刘伯在位11年就去世了 刘伯的儿子刘鹤就继任了昌义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昌义王 刘鹤 公元前的74年 汉昭帝刘复林驾崩 因为没有子嗣 天上掉下来的这块大馅饼 就砸到了刘鹤头上 然后刘鹤就被选为了皇帝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废帝刘鹤 因为刘鹤荒淫无度 不保设计 做了27天的皇帝 就被贬为了庶民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平民刘鹤 然后这个汉宣帝 他在元康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3年 这个刘鹤被贬也好 被封也好 就变为了我们熟悉的海昏猴刘鹤 这才有了江西的海昏猴大墓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小知识吧 海昏猴墓 作为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 保存最好 内涵最丰富的汉代猎猴墓葬 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汉代历史文化生活 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也把刘鹤这个仅在位27天的汉废地 拉回了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位皇帝 大起大落的一生 将刘鹤推为皇帝的霍光 向上官太后奏言 刘鹤的种种昏庸淫暴 犯下无数悖逆行径 从堂堂天子 瞬间雷为最大恶极之徒 人世间的大起大落 莫过于此 眼见大势已去 性命危在旦夕 熟读精神的刘鹤 却用一句话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文天子有征臣欺人 虽王道不识天下 这句话出自儒家典籍孝经 意思就是天子如果能有七个 敢于向他进言见证的臣子 即使无道 也不会失去天下 霍光在历史上 本来就以不学无数著称 对此难以对答 刘鹤倒是放下了 向西边上官太后的宝座 遥遥一拜 我愚昧不明事理 不堪担当大汉天子之任 便潇洒而去 刘鹤是史上少有的 争畏斗争中存活下来的人 接任刘鹤成为下一任皇帝的 便是汉宣帝刘并仪 继位后就改名为了刘巡 后来被贬为海昏猴的刘鹤 拖家带口来到了颇阳湖畔 犹如海阔平渔月 天高任鸟飞 在一片南疆野 用心经营自己小小的侯国 一代传奇汉废地 就此掩埋在江西的泥土之下 直到两千多年的今天才重现天日 不为白犬无头壮 更有黑熊夜舔疮 两只吃消极恶鸟 意图败雪散乌江 盈盈盈史史难改 苦苦中郎轻易伤 不用其言中置肺 置于挖墓上荒唐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 汉废帝刘鹤 其实这个废并不是刘鹤的嗜号 刘鹤作为汉朝唯一一个 没有年号 没有庙号 并且没有在位时间的三无皇帝 你像汉叔有非常多的计 你像高帝纪 五帝纪 但刘鹤被踢出来了 史家根本不承认 汉朝有他这一个正统的皇帝 所以很多人误认这个废是嗜号 其实汉朝被废的皇帝 不少前少帝刘公 被吕智给废了 后少帝刘弘 被周伯还有陈平他们给废了 再一个就是汉县帝刘鹤 被草皮给废了 为啥这么多废的地 只有刘鹤被人们称为汉废帝呢 我感觉应该是人们觉得 你刘鹤被霍光推上去 又拉下马 仅仅在位27天 然后落了一个荒淫无度的名声 被称为废帝更合适 其实很多人问我 刘鹤是不是咱中国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其实不然 有一个人名叫完颜成林 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墨帝 他继位当天就被干了 然后据史学家印证 他的在位时间不超过一个时辰 可以说非常的悲催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小故事吧 如今的昌义故城 只能看到茫茫黄土 当年的繁华早已不在 在这非无人机时 问及来此嫌丸的小孩子 他们不知道这个故城的实际意义 只知道在这里爬土很好玩 一代昌义王刘鹤因成为皇帝 达到人生巅峰 又因被贬为庶民 心情一落千丈 最后因为被封海昏侯而郁郁寡欢 在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咒经 这个咒经就是上交朝廷祭祀用的钱 上面写有南藩海昏侯陈鹤 元康三年 这表明了他一颗红心向我朝 但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寿命 海昏侯才当了四年 刘鹤便一命呜呼了 最邪门的就是刘鹤死后 承袭爵位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 豫章太守撂揍 为了抱紧当今圣上的大腿 称海昏侯一家是天爵之野 于是海昏侯国直接被刘群国除了 孝轩忌惮游丁房 密罩连连遣遗章 张场无私来作语 海昏有势去轻狂 大门兼闭小门入 钱物堆积食物藏 都道一人寻业咒 满足无算 列宫墙 这样刘鹤的故事 我们就讲完了 好了 背后的倡议故城遗址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